MCU的介绍片播出后 由点击率让我知道大家对这件事都很喜爱 但MCU的入门真的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一开始就用那些Arduino那些 又要加这个扩展板又或者用面包板接驳 真是很困难的事来的 所以就正如上集所说 我们由一样最简单的开始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又可爱又可爱的M5 stack开始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欢风琴奇俠卡洛斯的频道 请按右下角的订阅 如果想第一时间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请按叮当 M5 stack 近来之所以这么流行 当然的可处之处不是因为它很可爱和很简单 主要是因为它的设计上 它本身是一个五乘五的方块 而它可以stack 意思是可以堆叠 同一时间出了很多的配件 可以堆叠地设计 这一样大大伸展了它的兼容性和可塑性 既然M5 stack 有这么多配套 又有这么多配件 那我们今天应该由哪里开始呢 最常见到的包装就有Core 和M5 Go 此外还有一款体质比较小的M5 stack 那我们先来介绍这两款 所谓的Core 打开盒就只有M5 stack 在里面 和一只感应器 但M5 Go 就不同了 你看到M5 stack 好像大一点 但其实不是 只不过下面有个Docking 这个Docking可以挂上墙 其他Sensor 都是一样 无论哪款 按左边的红键就会开着了 有画面之后呢 按最右手边的白键 Setup 按了Setup 之后就会进入选择连接的方法 那选择USB连接呢 比较简单 那我们用左手边的红键 选择USB Mode 然后按Select 就会进入了USB Mode 在这个时候可以用USB线 将M5 Stack 和任何一部电脑连接起来 但电脑端呢 必须要下载软件 才可以用到USB Mode 那我们上 M5 Stack.com 的网站 在Software 的位置下软件 我们选择UI Flow Desktop Desktop IDE 根据你所用的电脑选择平台 例如选择Windows 下软件和解册之后呢 你就有UI Flow Desktop IDE 这个程式了 进入程式之后要选择COME Quad 在这里我们的M5是连接了COME 7的 按OK 由上角会通知你 已经Connected 连接了 想试下是不是真的连接了呢 我们简单按右上角的Run按钮 看到画面变黑呢 表示连接没问题了 在左上角我们担两个Circle 下来M5的虚拟画面 之后在右上角按Run这个按钮 看看我们的M5 画面和虚拟画面 和虚拟的一样 实在实在十分简单易用 以学习编程来说 隔着USB 线去移动M5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也无所谓 但假设你要开发它成为一个产品 那又怎样呢 不想等着USB 线呢 我们又可以试下 怎样用Internet 连接 第一次Setup Wi-Fi 开机在Setup 里选 Set Wi-Fi Wire AP 出现了画面之后 请你记得这个M5Stack的SSID 就是EF24 接着你要借助一部手机 在手机Wi-Fi Settings 选 M5Stack EF24 之后在手机开启一个 QR Code的scanner 素描M5Stack上面的QR Code 在手机按结 便会进入这个M5 Flow 的Wi-Fi Setup 画面 在此请你选择当前环点的Wi-Fi ID 和输入密码 按Configure 连接当前的Wi-Fi 在手机连接到Wi-Fi的同时 你会见到M5Stack的画面 亦都产生变化 而会出现了一个API Key 用Wi-Fi来连接M5Stack 就不需要下载软件 直接上flow.m5stack.com 使用上和Desktop版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连接的时候 就不是选择Comport 而是选择API Key 同样要试下是否真的连接了 我们又要按右上角的Run按钮 看到画面变黑 就是成功连接了 今次我们试试择两个长方形 做同样的东西 你会发觉Wi-Fi版更方便 不用被一条线拖住 当你下次再在相同Wi-Fi环点之下 连接M5Stack 就不需要选择Wi-Fi via AP 直接选择Switch to Internet Mode 就可以了 至于关键器 应该是双按红色的按钮 学到两个方法 包括用USB 以及用Wi-Fi来连接M5 之后 我们就接连一条USB线 就用Desktop版本 来学习一下编程的解面 究竟是怎样的 真正正正使用M5Stack 去做些事情之前 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图形编程界面先 左上角的圆圈和长方形 大家都玩过了 大家再看一下 看到还有Title Label 和Image 先玩一下Title 我们现在打入Carlos 你看到在M5的OLED画面 上方 就多了一条蓝色的Bar 写着Carlos 在Carlos之下的位置 单击一下 原来可以改变Background Color 即是背景颜色 黄蓝 襯到绝 之后 我们试试玩Label 其实Label 这个字 是一般的图形化编程 都常常见到 即是一个标签 我们又玩回我们熟悉的长方形 和圆圈 其实原来都可以改变颜色 以至于和它加的外框 而它的大小自然都可以改变 这几个键已经足够给你了 将M5的画面做到色彩纷纷 之后我们更加可以用Image 这个键 上载彩色的图形上去 眼光向右边移 第一个选择的功能就是Events Events 里面就是一些按键 Button A的检测 下面的UI 其实就放着 刚才我们曾经加过上去的东西 包括Title Label 背景 下到Heartless 我们就看到扬声器 RGB 即是灯 等等的硬件 再下到Modules 就是一些外加零件 今天我们都不会用 好了 Modules 之下 就是一应 和编程有关的功能 包括 Variables Math Lux Logic 还被我发现有Emo 即是可以用阵列形式 任意设计自己喜欢的图案 如果大家有用MCO的话 看完刚才的介绍 应该会觉得M5STEP的編程介面 非常之容易入手 因为它全部都是Blocky 而且学得好 大家又可以转用MicroPie 给人的編程 在入门来说 我们先学习 如何用它的图形化編程 在这里我想大家准备一个俗称尿袋 的移动充电装置 提醒大家 M5的电池不是很足够 所以如果长时间用 就拖着充电电池会比较好 懂得放东西下去 画面要懂得把它删除 想生取的东西 只需要把它收拾 向上搬 就自然会见到垃圾桶 由于我们已经连接了WiFi 那我们先玩一下它的Hardware 最简单 不是玩声音 而是玩光线 我们先选speaker 揚声器 第一个选择 就是叫揚声器 产生一个声音 原来一个1800Hz的声音 響200微秒 是这样Beat一声的 而第三个选择 就是跟音乐有关系 我们需要输入的就是音符的音名 和它的拍子 我们今次一次过输入三个音符 可以提醒大家重复输入东西 只需要按右键 选duplicate 就可以重复输入刚才输入过的东西 我们输入了C D E三个音符 然后Run 就会听到它唱出Dore Mi 在这里就顺便教一下大家怎么玩回路 走到下面LOOPS那里 我们选择一个Repeat 我们将刚才三个音呢 放入了Repeat里面 就会三个音循环演奏十次了 玩完声音 我们又可以玩一下光线 原来M5的两旁呢 有两眼高亮度的LED灯 还可以控制颜色的 我们将RGB Bar Color 选择了红色 放在Repeat里面 然后在Timer那里 选择Wait One Second 这两个Block 我们重复两次 每次选择不同的颜色 按Run 在这里你会见到 红色、黄色、绿色 是循环去闪三次了 好 今次我们试试上Event 选择Button A 选择前面的三个按钮 前面三个按钮呢 从左到右分别叫做A B C 我们将一个Speaker 和一个RGB的Block 放入这个Button A 那些Button是独立的 不需要放在Setup之下 然后我们选择两个 分别选择在Button B和Button C 这个程序 每一个按钮都会变成不同颜色的灯 和響一个不同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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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在阵列上高 慢慢打勾 可以继续到字母出来 我们这次也将每个音符的拍子 減到百分一 所以每按一个按钮 音符会比较短促些 你看 我们直接可以用它弹琴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我个人就觉得这个M5Stack 非常之好玩 假如大家都喜欢的话 请在下面加个like 和写一些评语 杨卡洛斯基将来再拍多一点影片 教大家怎样容易M5Stack 例如如何接驳外加感应器 或者外接其他的装置 去做更复杂的project 好 今天到此再见 今天到此里面 大家就像那个 3 1 5